老板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高中的女孩子 腿受伤了经过这儿 好像跟一个同学 往前面巷子进去了 前面巷子啊 谢谢啊 怎么这么晚才来 等你很久了 老师脱糖了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我们想着明天去学校找你玩呢 我没有钱 我爸妈也没给我 没钱 你昨天怎么说的 我 我朋友带钱了 带多少钱啊 就这点儿 用不用这么穷啊 还是个瘸子 来 翻 我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没钱 你爸妈总该有了吧 明天放学后 拿着钱来这儿找我 知道了没 小瘸子 你也是 知道没 知道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明天见 走吧 真是 当我们是要饭子呢 你啊 你啊 你怎么 planets 你不不回事啊 没什么事啊 你怎么不接电话 你哥没让人在学校等我 怎么了 没事啊 我在呢 谢谢 先喝点东西 谢谢家旭哥 没事 手怎么弄吧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怎么不告诉我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而且我哥也警告我了 说你很忙的 别给你惹麻烦 不过家旭哥你放心 我没想瞒着任何人的 我 我回去就会跟爸妈说的 你别担心 他们怎么打你打 他们没有打我 没打你手都弄成这样了 他们就是拍了拍我的脸 然后把我钱包拿走了 手是我自己磕的 然后他们还说让我 明天带上钱再去找他们 家旭哥 我没事的 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会去那种地方 一个同学带我去的 什么同学 他被威胁了 他一个人害怕 就带我一块儿去了 你同学被威胁了 他不会找老师找家长 他叫你去干吗 他怕他跟他爸妈说跟老师说 我好 我还知道那些人 会来学校抓他 人会在学校 где找他 你老师说 你老师说